今個十月 各位自問驚得客得又或者罪心於恐 故事的你 準備好未 十月 踏日本年最陰時節人 還大言不慘 以百無禁忌為名 不斷搜羅城中過 恐怖故事 今年耀榮文化及預告聯合主辦鬼屋 惠國 喜歡向陰森恐怖挑戰的探靈者 於旺角佔地約二萬二千 精心炮製料 怨靈禁地 特設三重禁地主題分別 延續玩具店主題的奏偶三 首個獨家創新水系主題鬼屋 助奏之輪 以及需要完成前者 才能獲得開啟之約的願 除了鬼屋外 今個十月將會有期間限定環節 為了讓各位能在Halloween盡興 今次鬼屋將會有四晚Squid Game Theme Bar 將氣氛推到最高點 屆時鬼屋將搖身一變成為打卡熱點 主題一 就偶三恐怖重現 怨靈附體延續以往破舊的玩具店主題 加入全新故事 共設有九大關卡 為大家帶來全新體驗 這個大門再次闖開 邀請那些膽敢踏入的人 進入這個怨念釋放的世界 關卡中的祭祀儀式室 及打生裝室 將傑視施害者 有多殘暴不仁 進入鬼屋後 探靈者將會被各有缺陷的人 偶重重包圍 你能夠在怨念的侵襲下逃出生天 還是會被這古邪惡的力量吞逝 成為暴偶的下一個受害者 主題二 助奏之輪平住呼吸 小心前行首個以創新水系元素為主題的鬼屋 令人彷彿置身於水中 傳說中香港水域裡有一種古老的水生精靈 被稱為人魚 在某些特別的日子 人魚會到岸邊吞下外皮清洗 以及用肉身吸收月光精華 但若此時有人找到人魚吞下的皮 可以此要脅人魚與其結婚生子 直至人魚找到而失去的外皮 歷年來 無數的探靈者曾嘗試進入漁村 但從未 人能成功找出故事的真相 在重重彌漫的水內 不小心 可能會被水中生物拖走 到底你能否成 找到密碼 並打開怨之門呢? 主題三 怨屠殺之後 淹深海獲得神秘密碼後 探靈者可以開啟怨之 並將進入沉浸式體驗 揭示漁村真正的故事 真正的漁村世界 你會發現地上佈滿遇害者師 場上佈滿求救的字句 而怨最重要的關卡血池 域為所有怨念回流集結之處 一切生命都將於 內消逝 探靈者需要一邊躲避怪物 一邊穿越血 尋找逃生出路 面對未知的空間 調查團到底能 獲得怨的真相並逃出生天呢? 各位探靈者請住 因為怨的故事 為另外兩個主題的延續 所以必 先完成奏偶三及助奏之輪 才能開啟怨之大門 請住